仅有的一些野兔也长得飞快 雄性百损比雌性体型更小 力量也更小 要将又肥又胖的小野兔带回巢穴非常困难 灰心丧气的雄鸟 似乎已经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使命 雌鸟通常不会离开鸟巢 但幼鸟的情况越来越糟 去年这个时候 它完全指望雄鸟 结果幼鸟全部摇折 今年它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 它离开鸟巢 仔细搜索地面 它飞到五百米高的空中 在这里能够观测到地上的风吹草动 在发现目标后 它急速浮冲 然后一击得中 因为野兔的体型太大 它只能对野兔的尸体进行肢解 然后叼着最大的一块肉回家喂幼鸟 食物太重 它不得不停下稍事休息 但一切还来得及吗 最后它一鼓作气一路飞回潮穴 时间刚刚好 当短暂的繁殖季节接近尾声时 就是查看结果的时候呢 幸存的野兔已经足以应对冬季 而白笋的幼鸟也在尝试震翅高飞 野兔将会留下来渡过严冬 但是白笋即将离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